好的确 康瑞台风在登陆台东之后 带来非常治灾性的豪雨 而且当地的风雨目前达到了最高巅峰 包含海滨的公园整片草壁也被水淹没 目前我们继续要连线给人在现场记者温友莲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台风已经登陆在台东这边了 那现在目前我们就在台东的海滨公园这边 现在目前是持续的狂风暴雨 而且这个风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我现在是有一点快要站不稳的情况 好 那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因为其实这个雨就是从前方这样子打到我的脸上来 好 那其实在海滨公园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 也是好几根都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甚至有一些是被吹断的情况 因为现在台风这边已经登陆在台东了 所以台东持续的狂风暴雨当中 好 那其实跟当地人的当地人说呢 其实原本这边是一片草坪的 但是因为突然大量的强降雨 导致说这边现在也已经出现了 鸡淹水的情况 所以呢 根据气象署这边的观测 其实台东这边也已经出现了 14级以上的强烈的风势 因此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台东今天是放太风假的 如果没事的话 还是不要出门 因为真的非常的危险 好 那以上说 我们在黑冰高雲最近状况 先把时间尽头交换同类